我們目前人在柯文哲家 就在剛剛稍早七點出頭的時候 柯文哲是搭上他的座車 離開了家 最主要就是因為今天 九點半有所謂的一個 積壓庭要來召開 至於說他針對前一天法官 認為他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先來聽一下柯文哲的最新回應 我認為你現在高院長 高院長說你的左手 高院說你說不吃雛的 這個書很可疑 你都不吃雛 你買的商辦有議員爆料 陳新陳劉主跟金華城有關係 難道對所有事情都不知情 主席今天還是要主張都不知情嗎 公務員不要坐牢 現在還是原則嗎 有想過我鄭森會把所有事情講出來嗎 他說是市長腳板的 好可以看到 不管記者媒體這邊怎麼樣來追問他 柯文哲都並不太發表意見 他只表示說今天怎麼這麼的多人 那另外我們都以為說他可能想要停下來 稍微講一些什麼 但是後來我們可以感受到 柯文哲是稍微有點用力的 把大家給推開喔 顯然他是並沒有要多講之後 就坐上他的坐車之後呢 就離開了喔 那預計呢 他可能會先到他的辦公室這邊 可能跟律師這邊有一些討論 尤其是針對今天九點半的 雞鴨亭的一個工房喔 那稍待一會的時候 九點半就是雞鴨亭召開 到時候北院也會傳柯文哲到庭 那這段時間柯文哲還會不會有其他談話 我們持續關注中 以上掌握最近情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 這段話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